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中国如何利用其庞大的美国国债持有量 作为筹码来降低美国的关税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这一策略不仅是经济上的考量 更是一场政治博弈 中国目前持有高达774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这不仅赋予了其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影响力 也为其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想象一下 如果中国能够承诺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 这将为美方提供降低关税的诱因 从而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 改善消费者的购买力 然而谈判绝非一时 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 使得双方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中国需要展现出灵活性和智慧 借鉴历史上的成功案例 才能在这场经济博弈中争取优势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中国必须认识到经济互一性的重要性 并利用这一点来促进更深入的对话 寻求共同利益 最终 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中美经济状况 还将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奠定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是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 以全面的亚洲新闻报道和深入的分析而闻名 它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是在华人社区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这篇文章探讨了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如何成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和经济杠杆 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 在特朗普上任后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关税问题成为焦点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不仅是经济资产 也可能成为政治谈判的筹码 文章指出 中国目前持有约774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这一数值曾在过去达到超过1万亿美元的峰值 这意味着中国在美国经济政策中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潜力 如果中国承诺逐步增加对美债的购买 可能会给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降低关税的诱因 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因为降低关税能够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并促进经济稳定 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 高关税会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 并可能导致社会不满 中国出口的大量廉价商品能够满足美国市场需求 如果美国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 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因此改善 经济压力减轻 社会矛盾也会随之减少 中美两国的关系和谐 不仅对两国有利 对全球经济也有积极影响 当两个经济体和平共处 互惠互利时 其他国家也会从中受益 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为全球经济带来稳定 并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往来 然而 这种谈判并不简单 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让双方的沟通更加困难 中国需要在谈判中展现出灵活性和智慧 才能在这场经济博弈中占得上风 中国可以从历史中借鉴一些成功的谈判策略 比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谈判 双方当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 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 这说明即便是在对立的情况下 谈判双方还是可以通过妥协和策略达成共识 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必须清楚认识到经济的互一性是无可避免的 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言 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曾被视为天作之和 虽然现在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然而这种依赖关系依然存在 中国应利用这一点与美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寻找共同的利益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它代表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通过精明的谈判 中国可以利用这一资源 促进中美合作 降低关税 最终实现双赢 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两国的经济状况 还将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奠定牢固基础 通过利用美国国债这一经济杠杆 合适的调整策略 中国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国债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务工具 用于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资金 这些债务由美国财政部管理 通常通过拍卖的方式出售给个人 企业以及国际投资者 美国国债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中最安全的投资之一 因为他们有美国政府的信用背书 美国国债包括多种类型的证券 如国库券 T-bills 国库票据 T-notes 国库债券 T-bonds 以及通膨 保护型国库证券 Tips 国库券是短期债务 通常期限在一年内 国库票据期限从两年到十年不等 而国库债券则是更长期的投资 期限可达三十年 通膨保护型国库证券 是以通胀指数调整的债务工具 旨在保护投资者免受通胀影响 美国国债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当时政府需要资金来支持战争开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债成为政府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 尤其是在重大经济事件和危机期间 如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国债的数量和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率 是评估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之一 截至2023年 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 这相当于美国GDP的高比例 这一数字不断增长 受到诸如财政赤字扩大 经济刺激计划支出增加 以及社会福利计划成本上升等因素的推动 国际上 美国国债也是外国央行和政府储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 这使得美国国债市场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 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全球经济趋势 货币政策变化 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整体表现 由于其高安全性和流动性 美国国债在投资组合中被广泛用作风险对冲工具 利率变化对美国国债的价格和收益率有直接影响 当利率上升时 现有债券的价格通常会下降 因为新发行的债券将以更高的利率提供 但利率下降则会导致债券价格上升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此成为影响美国国债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国债市场的动向对其他资产类别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深远影响 由于美国国债的基准地位 其收益率被广泛用于评估其他金融工具的定价和风险 总之 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其安全性 高流动性 以及座位风险对冲的功能 使其成为政府 机构投资者 以及个人投资者的首选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动态将继续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